如果单论成绩来说的话 肯定有自己的单项成绩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能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觉得能取得六枚奖牌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对我个人而言我也会觉得特别为自己骄傲 到下一届奥运会的话 到下一届奥运会 我可能更会去专心做一些激励上面的一些突破 就是我的第三届奥运会 在这12年的时间里 我可能都全身心地投入在游泳当中 并没有去感受过除游泳之外的一些生活 所以在这次奥运会结束之后 我想去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 但不是代表说我就是推议 因为像斯特伦他仍然是我的偶像和目标 我看到很多欧洲和美国的选手 他们都是在 就是比我年龄大的情况下还在参赛 仍然能取得一些不错的成绩 甚至突破成绩 所以在洛杉矶奥运会 我还是很想去的 我想成为 是可以跟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选手 也想成为中国的一些小运动员们的偶像